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頭指一個公正的銅板 直到出現一個正面 或者什麼 或者 五個環面 為止 那現在他說隨機變數代表頭指的次數 這是頭指的次數 然後y 是等於2的x次方 那麼他問說 這y的期望值是多少 好,首先我們先把他的 x先把它找出來 他可能頭指一次就是什麼呢 就是正面 可能頭指兩次 就一反一正 可能頭指三次 兩反一正 可能頭指四次 三反一正 可能頭指五次 就是說 四反一正 或是五反 都有可能 頂多頭指五次 不可能頭六次 好,那我們先來看他的這個機率 幾率 如果是頭指一次就是正面的話 幾率是二分之一 如果是頭指兩次的話 就是一次 反面 一次正面 就是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如果頭指三次的話 就兩個反面 一個正面 那反面的幾率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三次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四次方 那頭指四次的話 就是三個反面 一個正面 那不論反面或正面都是二分之一 所以是二分之一的四次方 那頭指五次的話有兩類喔 一類的話呢 是四個反面 一個正面 這個呢 幾率是二分之一的五次方 還有另外一種情況是 五個多數反面 五個多數反面也是停止 或者五個多數反面 那這兩個呢要加起來 加起來以後就是 二分之一的四次方 這樣子 好,那現在呢 他的這個 隨機變數 Y Y的Y是 22的X次方 這是2的一次方 2的二次方是四嘛 2的三次方 2的四次方 然後這是2的五次方 好,那這樣的話 Y的期望值 Y的期望值 就是 1Y 如果Y是2的話 他機率就二分之一 所以是這個乘以這個是1 1 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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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乘以這個也是1 這個乘以這個呢 就是2 加2 2,3,4,5,6 所以期望值 期望值是6 所以這一題 答案應該要選D 1 2 2 4 2